在这个视频中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 对数据做线性处理是什么意思 不像我以往那样用写字版 我要直接在Excel中做 以便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们有Excel或者别的电子质表软件 我们不用数学计算 我只是想让你们大概理解 在数逐上画点或者做线性回归是什么意思 这里我想先读一下问题 下表表示出了加利福尼亚平均年收入 记住中值是中间数 美国统计局统计的 从1995年到2002年的加利福尼亚平均收入 画个散点图然后求出方程 估计一下加利福尼亚家庭 2010年年收入是多少 知道题中协力和外结局代表了什么意思 你们首先要做的是我刚把图片复制和粘贴过来 我们必须要把数据弄成电子表格能识别的形式 我画一些表格从1995年开始 把这排成一列 把这个放宽一点 然后这是平均收入 这个加利福尼亚一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 我们从一年开始或者1995年设成零年 零一二三四 实际上如果你们愿意 如果往下拉软件能够找出趋势 软件能算出来每增加一次收入 我刚把这些数复制粘贴到这里 3807美元 55217美元 55209美元 55415美元 63761美元 63206美元 63761美元 65766美元 我不需要这些 所以把这些删掉 去掉这些 确定一下条目数量 这是12345678 所以这有12345678个条目 我要确认一下我用了正确的方式 53807美元 55217美元 55209美元 55415美元 如果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做的 这就会非常简单 首先会制这些数据成为一个散点图 然后更好的做法是 对数据做一个回归图 然后点插入 然后我要插入一个散点图 然后就可以挑选不同的散点图 我只是想画上这些数据好的 软件替我画上了 如果从实际收入开始 这是从1995年开始的 所以这是1995年 53807美元 1996年 55217美元 他把所有的数据都画上了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找到直线 这实际上不是条直线 但是我来看一下 假设这条直线能很好的表达这些数据 我要用Excel给我画一条符合的直线 所以我能做的事 只有很多 画直线的方法可以选择 所以不同的选择 我选了这一个 你们或许看不到 这看起来像是点之间有条线 这就是FX 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直线的方程 会不会点击它点一下 不仅把直线放进去了 也重新画了一下数据 我放大一点 不 我想不是这样的 我放大一点 因为我知道要发生什么 我这样把数据掩盖起来 他不仅把不同的点画上了 更是找到了一条 合适这些点的直线 还给了直线的方程 我看看能不能放大一点 我把它移出去 至少你们能够看清楚 它在这里告诉了我们 直线的方程是 y等于1882.3x加52847 如果你们还记得起 律和外结句代表什么 外结句是52,847 也就是如果把这条线当作估计 这条线与零年或者1995年的焦点 如果你们用这条线作为模型 在1995年可以说就得到了52,847 实际数字有点不太一样 略大53807美元略大一点 但是我们要找的是直线尽可能与所有数据接近 实际上是距离最小化 与直线上每个点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最小 我们没有数学计算 但是它给了最好的方程 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方程去预测了 如果我们说这是这些数据的很好模型 我把它向下一点 我们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画一个散点图 实际上一个效果可以做 方程在这里 题目问你们预测加利福尼亚 一个家庭在2010年的年收入是多少 这里我们可以用软件给出的方程 这里这是2002年 我把它写下来 这是2002年 所以2010年是8年后 在这里写上一列 这是1995年 1996年 如果我选择这些Excel能算出来 我点右下角向下拉 Excel就会算出来 我每次想要加1 如果我从1995年开始 同样的也可以重复这个趋势 所以2010年是15年 我们可以带入这个方程 我们说这等于 根据这条直线我输入一下 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输了什么 1882.3X X是从1995年开始的年份 我可以选择这个框输入15 这的意思是乘以这个框 乘15 然后加52847 加这个 回车就得到81081.5美元 如果这条线再延伸8年 就能算出加利福尼亚家庭的平均收入是81000 不管怎样 希望你们觉得有意思 电子表格是很有用的处理数据的工具 它会给你们一种为什么线性模型有意思 为什么直线有意思的感觉 告诉你们怎么用这些工具处理数据 甚至可以做一些预测 这里是一个用线性回归的外插法 是一个用线性回归的外插法